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我们其实在节目内容当中 有跟大家有提到一个 叫做重要度跟紧急的一个矩阵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提出了一个建议是说 我们认为比较需要把更多资源跟心力 投入的那个象限是重要 但是比较不紧急的 因为那个其实就对 不管你是人生的发展 或者是事业 或者在公司的发展上来讲 它比较影响重大 但是它不是那么有办法 在很短时间之内完成的这种事情 才是我们应该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跟心力的 最不希望大家忙的就是那个 每天都在处理那些很不重要 但是很紧急的这些事情 对不对 那就是一种叫瞎忙的状态 那当然你说它很重要又很紧急 那当然我们必须 投入我们自己及时的这个心力 就是立刻要去殲灭这些事情 我们讲这个叫殲灭敌人 但是我们在这个播出后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一些回应 他说当然理想上 就是可以把事情这么完美的分在这不同的象限 当然是很好 对那时候我记得我也在节目有提到 这个举刃在利益上来讲很棒 但是在实务上你就会发现 我们觉得好像现在的工作者 几乎每天都被那个紧急且重要的事情给占满 对不对 我们每一天的那个工作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 如果你把它列成那个叫to do list 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是有一连串的代办事项 似乎像永远化不掉一样 所以确实对于很多现代的职场工作者来讲 我们会发现当所有的事情都变成紧急的时候 那这个重要性也很难 就是很难去很清楚的切割说 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先把它当成不重要来看待 基本上每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情形 那单单是要把手上这些 不断涌入的这种紧急且重要的事情处理掉 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这个到底对一个现在的工作者来讲 应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我们还是要在这里提出今天这个主题的建议的做法 就是我个人认为还是说 这个所谓事情虽然它蜂拥而至 还是得想办法在这些事情当中 找出所谓的优先顺序 又有办法把事情的优先顺序可以厘清 那当然就又有办法可以去掌控 我们今天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间上的分配 那对就可以成为所谓的时间管理达人 对不对 那这个跟之前那些娱乐新闻是不一样的 这个概念上 我们讲的现在要回到我们今天在工作上面的一个 优先顺序的一种安排或者是判断的方式 那这边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建议给大家参考 那第一个建议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在工作的场合当中 然后碰到有非常多的人 交办给我们各种不同的事项 那这些交办任务给我们的同事也好 或者主管 其实应该还是会有所谓的职位等级高低的 这样的情况 那这边当然可以提供一个小小的建议说 有没有可能可以先试着用交办任务的人 他的职位重要性或者是职位等级高低 我们来做出处理这个事情的先后顺序的一种安排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 是通常都认为说在概念上职位越高的人 他所交办的任务理论上应该他要最重要 所以我们其实承接到这样的任务 就先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主 好了那听到这个建议的人 应该很多人会讲哪是 有些公司在最高位阶常常是来乱的 他其实不见得是他会交办一个真正最重要的事 那当然我认为在常理上 在常理上我在强调 通常在公司的职位高低上来讲 职位越高的人 我们还是要先合理的推断 他所交办的任务 还是对公司而言 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他之所以会信任你 而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你去做 我们个人认为还是希望先把这件事情给完成 那当然有可能会排挤到 你原先所安排的工作时程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妨要坦白告知 就是这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中断了我原先的安排 那很可能我会影响到其他的事情 那这样其他事情的影响会不会对公司发展 或者是公司其他任务的完成产生更严重的事项 这件事情还是要先提出来告知 那如果也是有一个比较不理想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也必须要有所补救的措施 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就要赶快去想办法 找其他的人来帮忙我们处理 原先应该是要由我们在时程内去进行的工作 但因为有一个临时交办任务 更重要我必须要去做 所以有可能排挤掉了这些工作 再请别人来那个衔接或者是接管这样 那如果没有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就会建议 你在这么一堆工作当中 可以先试着用这个标准来拍拍看 OK 前提就是这家公司在职位高低的安排上 其实是合理的状态 OK 那第二个建议就是说 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就是在日常工作当中 要有时程表规划的这一种 习惯 那在规划时程表的时候 我倒是看过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就是不要觉得好像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才需要把它填进去 我个人看到一个建议是说 他其实建议我们在工作时间内 或工作时间外 基本上他希望把我们的活动时间内 要做的事情其实都可以把它写上去 不管那个事情是公事或者事事 那不管那件事情是属于你的叫做空白时间 那这个所谓空白时间的原则也是很重要 那就是你要把它称为缓冲时间也可以 你把它称为那件事情就是发呆时间也没有关系 反正它就是一个不做任何事情 不安排任何行程 OK 那这个空档时间 我们就直接在那个形式表当中写上 OK 每比这两个小时 它就是一个空档时间 这个空档时间要做如何安排 当然你可以去 再去制定一个空档时间 的处理的一种方法 或者是一些规则 那不管怎么讲 就是在这一个 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处理的情况底下 越是能够把自己的日程表规划 把它做好 我们就越容易把这些代办事项 放在适当的时间内去处理它 那我刚讲的意思 包括我们自己日常 非上班时间所要安排的事项 也许跟家人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本身个人的进修 或者运动时间等等 或者是自己的阅读时间 不管 那我看到的那个建议就是 我们就应该把它也填在 我们的日程表当中 那现在要 尤其如果你用的是数位化的 那现在数位化很方便 它除了颜色上可以区隔以外 它还有具备像提醒的作用 那同时它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些统计 我们可以在那个事后 可以做一些回顾 去搜寻都很方便 所以这其实是第二个原则 就当我们面对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 就把它填入到我们自己的形势力当中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出现物质 或者说同一个时段里面打架冲突的情形 一旦发生这种情形 那当然就很可能会重叠 那就会再往后演 就有些事情就没办法在那个时间完成 好 这个是第二个原则 跟第二个建议 那第三个建议呢 其实我们就会建议就是说 就要尽可能的去克制 想要一次完成多件事情的冲动 那这是人性 就是说我们今天假设 面对到的就是很多事情在我们的面前 当然有些人就选择直接回避躺平 就当作没看见 然后就发现他就越对越多 那越对越多 那个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可能前几天的事情 他也想说算了 反正也没人追 可是就 可是有一天很可能 就会有人来跟你要债了 对不对 那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就会让自己时常处在一种 心惊胆跳的状态 或者是经常会有很多意外 也就是某些你无法预期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 有人突然来找你要的东西这样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人其实是会很想要 赶快把所有事情都完成 所以他就会同时启动 一次去同步进行好几件事情 那他可能在不同的平台 他可能用email同时在处理事情 又打电话 又自己在做一些企划案 或者是在跟别人开会等等 反正就是他把这些手上的事情 他并不是叫做循序渐进按部就班 而是同步展开 那其实这种现象我们确实是蛮常发现 就会看到我们蛮多的工作者 当我们去远远的看他的工作状态 你就会看到他很忙 非常忙碌 但是只要你问他 那你都在忙什么 他会说其实好像也忙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如果在职场当中 我们的经验就是经常碰到这样的同人 我们把他请过来 谈一谈他的工作近况 我们就会发现说 他手上的一些专案 然后任务就一直持续是在进行中 就是我们可以形容 就是假设他是同时在四五条跑道上跑步 那你就看他会从跑道A 跑了一阵子之后 又跳到跑道B 再从跑道B的零点开始跑 跑了一阵子之后 他又跑到跑道C 然后再从跑道C的零开始跑 跑道B就跑到跑道D 那之后他突然想到跑道跑道B 然后再接下去跑 你就会发现这个情形 其实就跟我们日常当中 大家回想一下 如果你连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中间有人打断 比如说你接个电话 或者是有个同事 我有事情跟你谈一下 然后你到离开你的办公桌 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去谈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回来之后 甚至都很可能 没有办法马上衔接 前面那一个做到一半的工作 或者是刚开始起步 没有开始做的工作 那这也曾经统计过 就是我们再重新衔接 有的人甚至是没办法接下去的 有些人即使要重新再启动 他可能都得花个半小时一小时 即便是同一件事 都会发生这个事 更何况同时是在处理 超过一件事以上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说 很多人会觉得 现在好像我怎么 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有些人会把他归咎在说 是不是事情太多 可是maybe我们重新再去思索 会不会就是因为 太多事情想要一次去处理 他所以导致没有一件事情 去处理完成 就会一直不断的处于这种 未完成的一种状态下 那当然就越积越多 好那第四个跟这个第三个建议 就会有关联 就是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 在每一件事情进来之后 其实还是要先去看一下 他的截止日期 那这个截止日期 一旦被标示出来之后 我们通常当然也会建议 自己要去做判断 也就是这件事情 在截止日期之前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检核 那个还是说就反正只要 譬如说2月10号要完成 2月10号真的完成就好 他需不需要再提前 三天前要做什么事情 或两天前要做什么事 就是自己可能需要有一些安排 好比说有些讲师 他们可能被要求在 2月10号要交讲义 可是2月10号交讲义 指的那个讲义 当然我之前也提过 那个就是属于完整版的 所以很可能我们会希望在2月7号的时候 就应该要先做一次的版本 那之后很可能在8号的时候 人家会回馈一些意见 那9号会再修改 那也许9号就可以提前交 那也许没有的时候再修改 10号就可以最后顺利的完成 类似这个概念 那当然最理想的状况 我们还甚至会觉得 有另外我曾经看过另外一个人 他更厉害的是 他都会提前完成 他的2月10号 那假设他的起点是在2月1号好了 假设有10天的时间 那他会要求自己在3天内 他就把80%的事情完成 那甚至于他甚至说会超过80% 反正他就会留个20%的工作 是在后面一个很长的时间去收他 那所以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看看各位 就是把那个所谓的 截止日期挑出来 你可以照着这个截止日期的一个节奏 你自己去分配一个节奏去完成 那另外有一种建议 他其实反而是说截止日期出来 我们应该把截止日期拆成 那个二八法则的概念 你请全部的权利 用20%的时间去完成80%的工作 那你把剩下20%的工作 用那后面80%的时间去做他 他说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工作会越来越轻松 这是我曾经在某一个日本的 工作效率专家的书籍上读到的方式 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 虽然他其实坦白讲要去贯彻 他好像不是这么简单 但是我看了那本书以后 我是很快速的从头看到 我觉得蛮有道理 而且他确实是举了非常多 他实际的案例 那我记得当初看那本书 完了之后我其实有实践过 那就发现好像在某些事情上 还是真的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因为我们其实只要仔细去回想 还是会发现蛮多情况 我们是在最后的关卡才把事情完成 那你仔细想想看最后那个关键的时间 事上换算换算好像就是那个20% 所以你与其等到最后那20% 譬如说以10天的工作天来讲 与其你等到第9天第10天 或第8天第9天你再去做 你不把它放在前三天吗 就一二三天就把你后面八九十 这三天要做的事情完成 他说其实在心情上会完全不一样 那我蛮同意这件事 所以我当初这样的实验 我觉得是大概成功的次数是超过一半的 就是当时的任务成功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仍然有蛮多比例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 就是我们提前被告知在什么时候要截止 那我们事实上是在接到这个消息的 前面几天就先去把它完成 大多数的事情 那后面就会去收回它 当然如果说你变成一种习惯之后 也不要说刻意把那20%留到最后一天 对那个没必要 那但是我记得为什么那个作者 他特别讲到说 你还是不要提早交卷的原因 我特别记得他讲的 因为他这个纯粹就是给工作者的一本书 我特别记得他这样讲 他说譬如说今天有一个任务下来 有个企划案叫你用10天的时间完成 结果他可能在两天到三天左右 就完成了80% 他个人认为说后面那七天八天的时间 你再慢慢把那个另外20%完成 那最后当天要求的 最后一天你再把那个报告叫上去就好了 那或者说如果有约定在前两天 要先去做一次讨论 那你就是在最后前两天再叫就好 他的用意是要干嘛 他用意就说 这样子你才不会被你的主管发现 你又多出了三天空档时间 所以他就会再给你多的任务 那我觉得这个道道滴滴滴 是为了职场工作者而写 那当然有些听众也会觉得 那这个当然OK 这本来就是这样 可是我个人认为 不要怕事情太多 我还是觉得有能者 就是你可以多做一些事 因为每做一件事情 都是在各位的职业生涯的 历史记录部上面留下一笔足迹 那这些事情我都会认为 他都会成为未来职业发展 可以被加分的内容 所以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 我反而觉得应该是要 尽可能的在 有限的职业生涯时间内去 累积足够的精力 跟那个足以被人家提出来的 那不过还是会有些风险 因为有些主管就说 看起来你好像 每个案子你都只需要花 七天就可以完成 给你十天 你就好像六七天就好了 那以后我就直接缩短 成为六七天 这可能会是一个风险 所以你自己要判断 你遇到的主管是哪一种类型 假设他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那当然你可能自己 要去做一些安排 就是不然的话 你就会发现 原先可能是你本来 一个很棒的优势 跟良好的习惯 到最后就会变成是 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这样子其实也挺不好的 对不对 好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就是 我们会建议说 如果你在看到这么多事情 在手上的时候 那先去判断这件事情 到底你自己做不做得到 自己是不是具有主控权 就是我们常讲的 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会觉得卡关的原因 是因为有太多的事情 是非有主导性 就是那些事情 其实并非是在自己能控 主控的情况底下 应该讲就是 不是我自己主控的事情 就是我没有办法自己 能够掌控说 我可以去做或不能去做 而是被其他更多因素给控制住的 那所以如果自己觉得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就决定不做的事情 那这时候就应该发挥 所谓断舍利精神 你看是要把这件事情就舍弃掉 或者是要不要委托给 有能力 有主控性的人去 或者找这样的人 来帮忙把它完成 OK所以讲到这个建议 我们就想到有一个 应该大家应该也许 曾经有人读过一个叫 David Allen 大卫艾伦 他所提出来一个叫 Gap Thinstone GTD系统 那中文翻译就翻成搞定 这个人其实很有名 因为他已经在管顾界几十年了 就是他就提了一套 做事情的系统 事实上有人讲他就是一个时间管理系统 他主要是用一套非常有系统化的方式 在处理日常事物 大家只要上网去Google一下 打上GTD 你就会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报道 那你只要按上那个图片 你就会看到他会呈现出一个 他处理事情的流程 那这个我就不在这里赘述 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页 或者是找到百度 然后来提出来说 我们想听听看什么叫GTD 那这位David Allen我觉得不错的是说 他事实上是与时俱进的 他早期用的那个文件管理系统 是纸本的 所以当遇到事情的时候 要去判断这个事情是要丢掉 还是要自己去做 还是要交付给别人做 那自己做是要现在做 还是要等待会做什么的 他其实都有一套他自己的流程 这个当时他的整个 把所有的事情就放在一个 叫文件夹的概念 那后来因为他也发现有数位化时代的来临 所以他也开始把这套系统 应用在数位时代的环境下 所以包括email或者是其他 现在运用到数位平台 数位工具的 这样子的一套工作的一种情境 他也把它放进去 然后也写了一个新版的GTD的做法 所以其实他也不是说 就一直停留在原先的一种状态下 他还是与时俱进 所以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那套系统如果 本身是一个那种横溢力极高 自律性极强的人 来执行他就会做得非常好 那我常常自嘲说 我是相对在做事是比较随性浪漫的人 其实这种做法就会让自己 就会让自己觉得很难受 因为他每一天都要把所有的 当天的事情就丢在一个篮子里面 然后每一天就要开始去做这种 丢掉留下来 这是转成代办 还是马上办 或者是什么时候办 然后就放在不同的资料夹 接下来就是尾办 所以他每一天是非常井然有趣的 在处理大家的事 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很棒的形容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心中 我们的心中就会一直挂记着 某些代办事项 那这种情形就像是 你穿着海滩裤去游泳池游泳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应该都可以对不对 你会发现那个海滩裤就很会吸水 所以你就发现在游泳池游泳 你怕那个海滩裤滑掉 你就得一只手去扶着他 不然的话就会真的 到时候上岸的时候 你会没有穿裤子这样 所以就会让我们感觉 你就很难移动 所以他就会觉得 你就心中会有挂碍 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 好所以这个就是 最后一个讲到说 当我们判断做不到 还有决定不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我们就 不要把它排进去 我们要做 是因为它就会形成一种 心中的挂碍 所以上面就是五种 判断工作优先顺序的方法 那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 分享当中 我们其实也可以联想到 好像除了工作的事情以外 应该马上就有人联想到 就是跟我们的人生 优先顺序也有关系 对不对 在工作外 我们日常的一生当中 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还是会遇到非常多 重要的决策 所以对于这种 时间经历资源很有限的情况底下 如果我们没有很清楚的去了解 自己生命当中的这种核心渴望 价值的重心 很容易就会再遇到这种 突发事件或者是这么多事情 分咬而至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到无所适从 然后也不知道从何切入 不知道从何开始 甚至有可能会患得患失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其实 大家如果长期关注百度的朋友们 应该都会经常听到 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 讲我们的一个slogan 我们一直讲说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找好方向 做好工作 过好日子 然后可以好好的把人生给活好 就进而达到活好人生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也是我们认为说一个 理想人生发展的一个顺序 就是从找好方向开始 然后我们进职场就好好把工作做好 那接下来就可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好 这样子 这是我们几个重要的一个核心原则 好 那这一集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听 百度到哪 到哪百度 我们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